不够,所以我先讲一个 讲一个的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一段,先下载第一个网页 第二页这边,我们刚刚是下载施政宏先生 再来就下载一个 下载一个的网纸很简单 第一个 一样我们先找什么,按右键检查 那检查里面的话,就找我要的这个 就先抓这个,按右键检查 那你可以看到右键检查之后的话 它实际上 是放在哪一个 你会发现这个是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上一层的话,其实是这 全部的话,其实 就是哪一个 这一 往上,应该是再往上 这个DIV 这个DIV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全部的 十二张图的一个DIV 然后它卡什名称是这一个 你会发现,这个卡什名称 以后你只要记得,卡什名称如果中间有空白的话 那表示后面这个是 等于是另外一个名称,别名 所以它有两个名称 那我们通常取前面这个就可以了 有时候其实不一定要全部 只要中间有空白,你只要取第一个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就取第一个 OK 那我就DIV,然后它卡什名称这一个 所以就把它取出来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十二张图的DIV框框 所以第一步一样是先把大范围先框起来 其他不相干的不要 OK,第一步就跟那个DIV框框有点像 第二步的话,找它里面的土框位置 那它土框位置标签名称叫什么 叫IMG 所以你看IMG在这里 这个里面会有IMG 然后它的SORSRC 就是它土框放的位置 所以其实很好记 就是 用先找到IMG 然后再GETSRC GETSRC 就是它土框的位置 那如果有土框的位置 那就刚刚一样,存框就好了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最关键的地方找到了 那后面就好解决了 不过可能你们还是要熟悉一下 这个上面怎么找到那个关键的Key OK 然后我找到之后呢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程式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前面的都一样 这个是这个网页的网址 第一页 这个将来你一可以变成一个变数 二、三、四、五、六 OK 那我们现在不变 然后所以前三 前四行我就不讲了 因为跟前面一样 然后底下的话就Find 因为只会有一个 Find这个DIV 那名称我加上去 这个名称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名称 因为它等于有两个嘛 所以我就用前面的这个名称就好 OK 这个应该是这一串 OK 就这一个 点两下 把它复制前面这个就好了 然后呢 那再来的话就是用Find O 因为这个 DIV里面有12个IMG 12张图 然后我就把它找到之后 再来跑个回圈 因为它里面有12张图 回圈里面就是 第一个第二个 里面的话一个动作 GETSRC 意思就是把它的图档位置找到 那找到之后后面这个动作呢 就是存档 存档嘛 商行嘛 那商行里面存在哪里 我存在这个目录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目录可能目前还是要手动一下 也就是说呢 请各位自己手动加一个IMGS Images 这个目录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图档一个一个存进来 那我用这个方式 这个就是 第1个就01 第2个02 第3个03 OK 总共12张 那就12 复档你就点JBG 反正我就重新给它个名称 编号一下 然后就把它一样 right出去 然后就close 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目前这个目录里面是空的嘛 那执行完之后呢 你会不会没有出讯息 那目录里面的话呢 就会出现这12张图了 有没有看到 OK 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所以程式不多 12行搞定 前面 没有前面5行 没有 其实就是固定的 所以这7行啊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 那其中有3行啊 其实是存档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主要是 重点就是这4行啊 那这4行在做什么 其实主要是找 外围的DIV 跟image 然后把它的get source 就OK了 这个程式 我要把它放在那个云砖上面 所以回去各位有兴趣的话 有时间了 请各位自己再复习一下 第二页的地方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后面 那今天后面应该还需要把 全部通通抓下来的话 如果今天希望 第一页 在images 里面 加一个 什么 1好了 1的一个资料夹 反正这第一页放在第一个资料夹 第二页放第二个资料夹 那要怎么做 OK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回去 可以试试看 其实我已经有写好的程式 在云端上面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穿穿看 那已经够复杂了 今天 讲的部分 难度其实已经算是还蛮高的 所以回去 可能要多多演练 OK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 这样差不多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